日前,陈妍希被曝出轨台湾歌手在网络上引起不小的轰动,继而也了解到,这是说陈妍希婚内出轨台湾歌手明安东,两人有露水情缘,煞时间也是激起千层浪雅,不过,在陈妍希被曝出轨台湾歌手后,她所属的经纪公司第一时间予以否认,顿时大家也放下心来。 但其实很多粉丝朋友都是不相信陈妍希出轨的,要知道陈妍希和陈小玉有意思,一家三口其乐融融,而且陈小可比倪安东帅多了,所以陈妍希被曝出轨台湾歌手是被抹黑,那这背后有何内幕呢? 前不久,陈妍希被曝出轨,然后也流出了陈妍希丽与小三接吻罩,几次三番的出轨也是令妻子VV无法再忍耐,碎裂出外遇清单,其中不乏新时代女神级艺人Outgirl,及知名女主播等四人。 另外,在妮安东与VIV的谈判中,妮安东透露,两年前在北京工作深夜拍完戏很累,就和该女艺人上床。 爆料还指出,该清纯类型的女艺人,还出演过多部电影和电视剧。 一时间,网友们把和妮安东合作过的女明星做了排查,按照爆料给出的条件,矛头直指已经结婚生子的陈妍希。 面对网友们的猜疑,陈妍希所属的公司直接站出来辟谣,声明如下,本公司一人无涉入其家庭知识时,看得出来,此事与陈妍希毫无关系,不然陈妍希的公司,也不会给出如此用词严厉的声明。 对此,网友纷纷评论,哇靠,有陈晓了看得上谁,陈晓甩他几条街吧,造谣者原地爆炸吧,先杀稳羡慕死多少少女,人家幸福着呢,偷个鬼情。 陈妍希老公可是陈晓,陈晓好吗?其实,仔细想想也觉得不可能。 一直以来,陈晓和陈妍希都是娱乐圈中的模范夫妻,两个人因戏结缘非常登对,小先性的出生也让他们的爱情更加圆满,收获了整个娱乐圈的祝福。 这下,粉丝们也是彻底的安心了,但是出轨南尼安东的烂账,可没有这么快结束。 据知情人士透露,尼安东有些外遇,有可能超出两年的民事提告求偿,几六个月的刑事告诉西线,举证上相当不易。 因此,尼妻VRVI先以尼安东对婚姻不忠诚为由,另外再向他单独求偿100万元,约人民币21.44万元。 在位队伍的Glow,一夜在北京Udkow的女神级艺人及女主播等外遇对象求偿,另据报道,尼安东外遇被抓包后,与妻子VVVI谈判。 当时妻子要求尼安东与女神级艺人联络,尼安东便有微信传讯息给对方。 My wife knows everything about us,我老婆知道我们所有的事,该女艺人立即回复Oh my god。 接着,VIVI便接过手机改打中文交谈,并表达想与对方谈一谈,但该女艺人表示不同意,并强调以后不会再见面。 虽然VIVI再三要求能当面好好聊聊,但该女艺人以快要结婚为由婉拒,但却不知对话记录已遭VIVI复制留存,也在谈判过程中秘密录音,正式向法院提告。